你好,我是董正东 在这一整影片当中呢 我要很快的让你感受一下 我们超人行销的线上销售演讲的系统 是怎么运作的 的一个简单的示范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2018年网络行销的两大趋势 线上演讲其实就是我们用这个系统所设定好的 那这整个后台呢都已经几乎完全被我们给中文化了 所以呢 这边呢就是很快的让大家来感受一下 基本上呢在注册约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了我们可以很快的呢 录制一个蛮专业的一个线上演讲报名页 然后这里面的影片啊 文字啊还有背景图片啊 全部都可以制定 那报名人非常简单 就是填上他的姓名 然后email 然后选择他报名的演讲日期 还有选择你设定好的时段 他就可以立即的报名 那他报名之后呢 他会马上的收到呢 他的email 比如说这一个 他就马上收到一封email 提醒他 这一切呢 然后在他演讲 演讲 在演讲呢开始前后开始前一天还有当天的系统呢都会发信去提醒他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线上演讲啊就一定要搭配呢email的通知 他的出席率才会高 然后呢他们要登录演讲厅也非常简单 就是来这边点击登录演讲厅 然后输入他报名的这个email 然后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如果他提早登录的话呢 那系统会提醒他他现在是还有多久呢才会演讲才会开始这样子 那重点是呢我们这一套系统呢既可以举办现场的线上演讲 也可以举办呢仿真的自动化的线上销售演讲 好这什么意思呢就是 其实像我2018年的网络行销的两大趋势演讲 其实虽然呢 报名的人可以选择他猜你的时间跟日期跟时间 可是其实全程我人都不在现场 换句话说他是仿真的线上的演讲 所以呢我们呢就是用这个系统呢来打造一个 完全呢类似哦仿真的线上演讲的体验 OK那这个这个线上演讲体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呢我们人啊听演讲的习惯就是把它全程听完 如果你只是录一支影片让别人看啊 一般人都没有耐心把它全部看完 但是如果你今天呢把它打造成这是线上 现场的演讲呢大部分人都把它时间空出来 从头听到尾这样子 所以这整体来讲的话呢会增加呢你的整个行销的成效 OK那呢更详细的说明呢我们有线上销讲超人班的课程 教你一整套完整的策略哦那这边呢我们是搭配这一套的系统呢才可以把这个策略呢发挥到零零尽致哦 OK所以呢这边呢就是很简单的呢带领大家来导览一下 那例如说感谢页 如果这个人报名成功之后 他就会马上引导到这个感谢页 然后提醒他演讲时间 然后他也会马上收到信 然后呢那倒数计时页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他提前呢 提前哦 你说哦那系统就提醒他哦 他开始于后还要几天几个小时几分才开始 然后呢那在演讲的现场页呢 大概长得像这样子哦 很快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演讲现场的网页 然后呢这边你可以显示出呢演讲的讯息 那如果呢你是做仿真自动化的演讲呢 那你就不要开放聊天室 然后这边呢可以随时让人家去提问 那他送出去的问题呢都会直接发到你指定的信箱 OK 那呢如果错过现场演讲的人呢 我们还准备了重播 重播页 这个就是重播页 也是一样哦让他可以发文 换句话说呢整个系统呢 是非常完整的考虑到所有可能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呢 他呢整个都把它中文化 目前在台湾这个市场呢 我们还没有看过 有人做到这么完整的系统 那这也是呢台湾呢首次呢 有这样子这么强大的线上销售型的演讲的系统 特别是呢这套系统真正强大的地方 并不是做现场的演讲 现场演讲台湾也有一些公司有研发 真正强大的地方是做仿真 自动化的销售演讲 我称为仿真 线上销讲的系统 所以呢这可以让你的行销 完全的自动化 而且你人不用在现场 你只需要去引导流量 让别人来报名后续的行销动作呢 演讲呢全部都是自动化 OK相信现在呢你已经了解这套系统的威力了 那再欢迎你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们的线上销讲超人班 那这两个系统一搭配起来呢 相信你可以呢把整个网络行销呢成交率最高的形态 就是所谓的线上销售演讲呢 发挥到零零尽致 OK我们课程上见 拜拜